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弟兄姊妹参加牧恩堂的网上崇拜 今天的宣教经文是记载在诗篇105篇1至4节 请听我读出 你们要清借耶和华 求告他的名 在万文中传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唱诗歌颂 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 寻求耶和华的人 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和华 以他的能力 事上寻求他的面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 亲爱天父 愿祢的名为圣 愿祢的角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要感谢祢 在过往两年的疫情当中 你仍然保守看顾我们 虽然发生有很多事情 我们是不明白 但求祢兼顾我们信靠祢的心 让我们能够单单仰望祢 依靠祢 今天我们在这里 祭念祢写身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出补血 救赎我们 似我们有新的生命 我们一群被祢用补血救赎祢的人 今天我们在这里 向祢敬拜赞美 让我们明白祢的旨意 好见我们能够活着又荣耀祢 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额 阿们 阿们 从祢的居所 我走到无所思考 在祢的国道里 亚据迷路月相会 是你保护我 在你一年中几句 是你帮助我 让我可以跨过从云深海 从你的声音 我找到世间繁衣 在你的爱里 永没异惑与欺贝 是你安慰我 周边的不别去追 是你坚定我 让我可以不怕梦团阴海 你是我的本身 是我千古的保障 最坚固无比身体 是我灵良我思觉在这西途上 曾来观似我烟恋 唯独地是真实 我买身 你是我的本身 是我千古的保障 我伤我伤我伤对 平安归约 你喜悦的日 神间一切 未报的追尋 都被压上忍住 自告自传 自告自传 永远归审 平安归远 你喜悦的日 也许伸传 见旧黑暗 将心教托因你 同行 永美属地 谁可相比 你的爱多深厚 月光殉死 主力念名当会上 重担 与你面前挖晒 欠秘 人有穿你 何等的福利 我凄深的居所 是你放逼 一生泪情多几句 你一点也愿意 偷靠着你 偷靠着你 如影共悲 你的爱 价钱我无苦力气 即使吃苦多 家臣也不怕 等住脚步奔向 千里 荣我信你 能忠心致死 向根靠主应去自受真理 为你而无得见地毕美 天全地 从此一生穿梭你拥有 才多风雨我心亦安稳 连上任畏福开内里伤痕 安恒主来因点几日 自告自处永远归神 平安归月 离喜悦的人 无声黑光 静候你一流 心中充满歌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来到主餐的时候 我们邀请凡已经接受了水礼的弟兄姐妹 和我们一起同领主餐 请先听我读一段经文 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二十三节开始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愿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捉借了就抹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纳的新药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值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 主的血料 人应当自己省察 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让我们先低头 有一段自我省察的时候 然后我跟大家先做一个吐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因为你的大爱 让我们能够有着永恒的盼望 在这一刻 求圣灵都光照我们 让我们知罪 说有些罪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 也都求圣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的时候 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去认罪悔改 也都让我们不要再烦 也都让我们活得更像主耶稣 让我们能够带着你的大爱 我们能够将你的爱 去给未有盼望 未有你爱的人 我们这样吐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 阿们 主耶稣的身体 为我们抹开 为我们受死 让我们带着 恭敬的心 去领受主的病 主耶稣的补血 也都为我们而留 也都为我们而留 让我们带着 同样恭敬的心 去领受主的悲 让我们再一次低头 祷告 亲爱着主耶稣 我们再一次 感谢你 感谢你 你成为了 成为了代罪羔羊 你本来没有罪 你本来不需要 来到这个世界 来到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 但你却是愿意 道成欲生 你愿意来到我们的中间 你愿意成为代罪羔羊 你愿意承担我们的罪 你愿意被钉身 受死 我们真是多谢你 在每一次圣餐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去纪念你 大求你都让我们 一路带着更大的信心 以至到我们能够 去将你的大爱传开 因为我们每一次 领受主餐的时候 不单单是一个仪式 而还是一个从心而发的纪念 也都成为一个的激励 激励我们再向前 激励我们合一 激励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 所有的弟兄姊妹 所有的堂会 都是属于你的 你是我们的头 我们是 每一个不同的部分 每一个身体不同的部分 让我们能够 好好的互相配合 好好地能够为你作见证 我们多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 阿们 今天所选读的经文是 马可福音三章十六至十九节 圣经是这样记载 这十二个人有西门 耶稣又吸他起名叫比德 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若行 又吸这两个人 起名叫半尼奇 就是雷子的义士 又有安德烈、肥力、巴多罗马、马太、多马、阿纳肥的儿子雅各 和达泰、并奋裔党的西门 还有卖耶稣的家略人、犹大 各位弟兄姐妹 平安 我们来到马可不下的耶稣第六讲 副题是成为别人的天使 马可福音二章一到二节这样讲 他说过了些日子 耶稣又进了加伯龙 人听说他在屋里 于是许多人聚集 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 耶稣就对他们讲道 那天马可 我们知道 很多人去到想听耶稣讲道 但是那些人在哪里来呢 你说圣经没有讲 马可都没有讲 我想问问大家 如果我想更加认识一个记载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呢 其中一个再教大家一次 就是上这个网页 这是一个免费的网页 里面有和合本修订版和和合本 有神志版和上帝版 这里给你们看一看就是和合本和修版 叫做 那你就给你网子 给你一个二维码 如果你看自好坦子 下面就有马太福音九章一到八节 路加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 我给你们看一看 现在蓝色圈那里 就是我带你去看 因为你进到这里的时候 你一按下去 你就会看到以下这个版面 就是平排 原来刚才马可福音那段经文 还有右边就是路加福音那段经文 你发觉好像长一点 你再看到这个蓝色圈 我想带你看第一节 你就会看到两者的分别 第一节就是路加福音五章十七节上 大家留意一下 他说有一天耶稣教导人 有法利塞人和律法教师在旁边坐着 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犹太和耶路撒冷来的 原来我们去看特别的福音书的时候 如果你看一些圣经的版本 或者刚才我给你看那个网页 它会让你知道同一段的记载 在其他的书卷里面 在一个位置在哪里 当你进去看的时候 你发觉往往都会有少少不同 而有少少不同的地方 可能就让你了解那件事情 就会更加的深入或者立体 这里给我们看多一些东西 就是原来很多人来 有什么人 有法利塞人 有律法教师 从哪里来 从加利利各乡村 犹太和耶路撒冷 上次我提过 就是说法利塞人究竟是什么人 律法教师是什么人 其实他们都是很熟悉律法的 当然里面有好的人 慢慢我们看圣经会知道 但是同样耶稣都会很多时候 责备这一帮的人 上次我们看到就是这帮法利塞人 可能他们很熟悉律法 但是他们就是走不走出来 走不到 只有港字 原来很多人里面 其中有些人是这一帮人 而在不同的地方来 犹太究竟有多远呢 耶路撒冷究竟去加巴隆有多远呢 我又给你们看一看 这幅地图 就是耶稣时代的那幅地图 你现在看到蓝色圈 下面那里就是犹太地 耶路撒冷 耶稣那时候在红色圈 现在那里给你们显示到 究竟这里是多远呢 他们原来在耶路撒冷要北上 究竟有多远呢 我给你们看 现在当时 我查这个圈子的时候 你见不见到 在下面耶路撒冷上去加巴隆 原来走要三十四个小时 原来他们愿意走三十几个小时 去听耶稣讲道 从四方八面而来 好了 我们继续看 马福音二章三节那里说 他说有人带着一个坦子来见耶稣 是由四个人抬来的 因为坦子他就走不了 所以就有人抬 还要四个人抬到去 发生什么事呢 司经继续说 因为人多 无法抬到耶稣跟前 刚才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想象到 耶稣在一间屋里去 很多人来 从四方八面 远到耶路撒冷 都来到 很多人迫住这间屋 外面的地方 都有人站住 可能只要听到耶稣在屋里说话 那些人已经围在那里 但是有四个人 他带着坦子来到 进不去 因为里面已经全部人了 进不去 如果大家是那四个人 你会怎样呢 你会怎样呢 你说我带着你来 真是人知意尽 是吧 你有没有试过 带人去报道会 或者有没有试过 邀请人去不同的聚会 如果爆了 爆了 上网看 没有位置了 或者一些票都拿了 那你怎样呢 你说 sorry 没有位置了 现在就是sorry 我们带着你来 已经很好人了 是不是 但是进不去 我们也没办法 那我们看下去 究竟这几个朋友 他在做什么 看下去 因为人当无法抬到耶稣跟前 就把他所在房子的屋顶拆了 看下去 既拆通了 就把坦子连锁肚饿的肉子都坠下去 哇 你想象一下那个情景 我们一起带进去 那屋 那当然 就不是我们现在这些石屎 这么难做的那些 现在叫你做 可能不知道做多久 有很多工具 才可以拆通 但是当日是很简陋的 容易拆通的 但你说容易拆通 就是很容易 但我们想多一点 我们尝试多一点 你再想象一下 当日很多人在屋里 在听着耶稣说 然后突然间你听一听 哇 什么事 有人在上面 通常人都研究到 当时的屋是简楼 物料也容易拆 可能是横的树枝 然后有不同的树叶 有些泥 然后就是一个屋顶 但是拆了 那里有些沙石 可能掉下来 那些水也掉下来 那些人立刻说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你还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是屋主 你会怎样 有人来拆你的屋 有人突然间 你很开心 能够有幸耶稣来我的屋 还有这么多人来 可以让这么多人 听到耶稣说 但是突然间 有人拆屋顶 拆屋顶的时候 有几个人就是上司 把那个毯子掉下去 如果你是其中一个人 你会怎样 如果你是那个屋主 你会不会阻止他 喂喂 老友不要 我家来的 但是当日他们真的做到 真的能够将个毯子 聚下去 去到耶稣的根前 马芬继续记载二章五节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毯子说 孩子你的罪射了 如果你的基督徒 已经做了基督徒一段时候 你都会很熟悉这一节经文 让我们有挖心这一节经文 看看你会不会 从这一节经文里面 有不同的亮光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我想问 这个他们是谁 这个他们是谁 是四个人 还是五个人 五个人就是包了毯子 四个人就是不包了毯子 是那四个带他来的朋友 耶稣继续说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毯子说 孩子你的罪射了 这个他们的信心 是说他那四个朋友 你怎么会知道 毯子没有信心 整段记载 没有记载 毯子说一句话 是吗 但我们看到 那四个朋友的行动 我们先看下去 就对毯子说 孩子你的罪射了 不知道你们看的时候 或者我们现在 有未信的朋友 可能第一次接触这段经文 你说这么有趣 我来医病的 我是想着 可能我求了几个朋友很久 然后 或者那几个朋友 求他很久 然后说 你去找一下耶稣 可能真的帮到你家 真的去到了 我是想医好 我是想行得 但耶稣第一件 和他做的事是什么 他说孩子 很亲切的一个叫法 孩子 你的罪射了 竟然是医了 或者说射免了 那个人的罪先 再问你一次 如果我又想知道 这段经文 我又看什么 又说 这次不用考我了 我记得的 因为刚才那里 也有提过马太福音 也有记载这段的时迹 我们看看马太福音怎么说 马太福音九章二节下 那里说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一样 也是在说他们的信心 就对坦子说 一样 孩子一样 多了几个字 如果是无合本 就是 放心吧 你的罪射了 这句你也可能熟悉 如果你的基督徒 但当你再想的时候 其实你知不知道说什么 什么是说 孩子放心吧 你的罪射了 有什么可以放到心 射到罪 怎样放心 射到罪 就放心 那其实是什么呢 如果你看回原文 接着那部分 就深一点 可能要有一定的训练 或者有个软件 然后才明白多些 但是这部分 由我去帮大家 这个字的原文 如果在NASB译本出 它就会有主要 你看到是一个意思 就是跟courage有关 原来这个字可以解释为 有信心 有confidence 也有一个意思 就叫做take heart take heart 一会儿再看是什么意思 也有courage 就是给一些勇气 如果继续看下去 有其他的版本 怎样译这句呢 如果你看cNVT 就是环球圣经新译本 它那里就说了 第二行 它说孩子 放心 这个跟和合本译的一样 放心 你的罪射了 如果NIV译本 就说take heart 就是 你说和放心差不多 但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看 刚才我有提过 就是NASB的另一个译本 它就说take courage 就是给一些勇气 原来在《使徒行传》 同一个原文 在《使徒行传》23章11节 同一个原文 你看看它译做什么 可能你会更明白 它说 当天晚上主向保罗显然说 保罗 鼓起勇气来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 也必须照样在罗马全港 祝福音 原来这个字在我们现在 一路读经计划 读的那本《圣经新普及译本》 是汉语圣经协会翻译的呢 那这里就是说什么呢 是鼓起勇气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相信你会更明白 什么叫鼓起勇气 对于坦子来说 是不是很需要 是的 它需要勇气 如果很久没有走过的人 很久没有走过的人 病了很久 需要鼓起勇气走第一步 要的 我们很多时候看电影 可能它因为意外 然后就弄了 然后就要坐轮椅 然后他愿意接受物理治疗 然后其实有没有事 见过一些情节 见过一些情节是什么 就是可能那些家人很担心 问医生 医生啊 为什么我儿子还不懂走 其实他还有什么问题 医生说 其实他现在没有问题了 我们查过了他的肌肉 他其他其实很正常 我妈妈说 那为什么他还不能走 这个可能是和心理有关 所以当你有机会 看不同识经书的时候 当你留意一下 为什么耶稣先跟他说 你的罪射了呢 这个罪是牵涉到他的属灵方面 也是牵涉到他的心灵方面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些报道 可能说人的心理是会影响人的身体 原来一个人走不到 当然身体的机能可能有关 但是可能有些人说 是心理上都会影响他走不到 或他就是他有一个很重很重的罪 我们不会说所有坦了的人 都是因为罪而来 但是我们很合理的推论就是说 这个情况这个坦子 他更加深的问题是和他的罪有关 而射罪只有耶稣 只有神可以做到 而耶稣知道这个人本身是因为罪 是可能令到他有很多的困境 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你有没有一些罪 其实那些可能是一些内疚 以至到令你走不到向前 什么叫做令你走到向前 很多人我所认识的 他停止了侍奉 在侍奉的道路上他没有走到 为什么 其实可能他里面有很多的原因 其中一样 可能有些的罪有些的内疚 令到他起不回身 令到他不能再起来侍奉 甚至乎不能再踏入教会 但这里很想让你知道 真正能够射灭你的罪的就是耶稣 就是上帝 我可能比较明白多些 就是关于我爸爸的 因为我爸爸之前和大家分享过 就是他是一个吸毒者 他吸毒了二三十年的里面 我从小到大见过他很多的朋友 见过他去吸毒 因为有时候我特意去找他的时候 然后他也见到和其他朋友一起 吸毒特别久的那些 他们很多时候要打针 有时候打针 他们会打在手 有时候找一些脚 找很多地方去打针 把毒品注入身体 其中有些人 我问过我爸爸 我说 为什么他已经没有了脚 原来他说 可能打针已经坏死了 一定要脚了 但你看到那些人没有了一只脚 还要在另一只脚 都继续做 他们没有停 没有因为脚断了 而戒到毒 这个的罪 很深入在他们里面 告诉他 说耶稣知道 如果我不真正跟着他原本的那种罪 可能就算他走回 他可能也有机会再走回 因为在实际里面 我们都见过很多很多这些人 如果你不对付你的罪 你的人生没有办法再向前走 马可福音二章六字继续说 他说有几个文士坐在哪里 你知道多些了 原来那帮人里面 真的好像刚才路加福音所说 真的有些是文士坐在那里 他心里面疑论 就说了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是毒的话了 除了神一位之外 谁能赦罪呢 什么叫心里议论 我想我们不难理解 当耶稣说 你的罪赦了 但是一帮很熟悉律法的人 他会完全明白 哪一个才有赦罪的能力 权柄就是神 为什么耶稣竟然可以这样说 所以他心里面 在原文说 其实这个可以说是reason 就是自己在那里推论 有没有搞错 他怎么可以 或者discuss 在那里讨论 或者wondering 在那里很疑惑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看法 而在我们刚才说的那本 我们看过《新普及》译本的时候 他怎么译呢 他说耶稣立刻知道 他们在想说什么 于是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在心里质疑呢 原来这个字 除了议论 也可以理解为质疑 即是他们坐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在质疑耶稣 你怎么会竟然说自己有这个权柄 马太福音九章四节 让我们知道多些 就是他们的心态是怎样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 耶稣当然知道他们的心思 就说 你们心里面为什么怀着恶念呢 原来这帮人都是在听道的 但你一直看圣经就知道 其实这帮人是非常非常不喜欢耶稣 然后他们一直听他说话的时候 他们就是带着一个恶念 就是带着一个恶念 以至到他只是想挑剔耶稣 想找耶稣的把柄 他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看到他们的生命很难改变 因为由始至终 他一直不喜欢耶稣 还是不断不断想对付耶稣的行动去升级 最后竟然要耶稣走上了十字架 最后就是要钉死耶稣 他们一直怀着一个恶念 就算那天 圣经刚才说 很多人从四方八面来到听道 迫满了也好 原来就有一帮人是怀着一些的恶念 刚才说回刚才那段 耶稣说 你们心里面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耶稣继续跟他们解释 他说对坦止说你的罪赦了 或说起来拿你的肉指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你可能会说两样都很难 如果他坦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或者真的坦了 要他走回 这个肯定是神迹 但是更加难的有解经学家就说 其实赦罪是更加难 因为只有可以上帝 只有神的儿子才可以做到 耶稣继续解释 他说但要让你们知道 要整件事情 让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这里很重要的宣告 你发现一路看下去的时候 你认识耶稣越来越深 就算马可夫 只是我们看到第二章的头半部 你已经了解了耶稣很多的 你可以说是工作或者能力或者权柄 这里说了一个很重要 耶稣宣告就是说人子 这个人子当然可以指到人 但另一方面 其实这里指到是神的儿子 而在马方有十四次出现这个人子 都是指向神的儿子 我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去解释 为什么刚才那班法利塞人 在想耶稣的恶念 在质疑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 我就是有这个权柄 去赦罪人的罪 然后就对坦子说 我吩咐你 起来 拿你的玉子 回家去吧 这个是不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第一 耶稣提了他的罪 你的罪 赦罪 给点勇气 然后在这一刻跟他说 我吩咐你 起来 拿你的玉子 回家去吧 十二字继续说 那人就起来 立刻拿着玉子 当着众人面前出去了 以致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吸神 说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之前我们还记得第一章 当他们听到耶稣讲道的时候 那些人说 那些人都稀奇的 觉得耶稣 他不像那些文士的教导 当然 因为文士只有一个讲字 走不出来 但他都感受到耶稣那份的权威 耶稣那份的能力 耶稣那份的权兵 而这里他们更加活生生 大家再想象一次 刚才很多人的时候 再有人拆完屋顶 把那个坦子掉下来 然后说了那番的说话 和文士和法利创人的对话 然后叫那人起来 如果拍成电影也挺好看的 很有张力 究竟是否真的能起来 他能不能起来 真的见着他 可能按着 然后起来 这个关键 还要拿着一张玉子 其实他可以不用拿一张玉子 不用拿一张玉子 那几个朋友都会帮他拿 但他拿着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可能他走到外面的时候 亦都是所有再见到他的人 就是原来这个就是以前 我们见过 分一张玉子很久的那个 但今天透过耶稣行这个神迹 这个神迹 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多些 神迹这个字 原来有一个意思就是指向 如果神迹是真的 如果那样事情是能够指向神的话 我们就会说这件事就是一个神迹 神所行的一个事迹 他们立刻立刻就是归荣耀给神 就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事情 因为今天所做的事情 无论是赦罪或者另一个坦 只能够起到身 是神才做到 一个小小的小结 我们刚刚看到耶稣 医治 坦子 有班人质疑耶稣的赦罪的权柄 打上和大家有一个重温 有一个肯定 我们慢慢会认识耶稣多些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问基督徒 你信耶稣 你知不知道耶稣是怎样的 耶稣就是耶稣 耶稣行很多神迹歧视 但是透过今天这几次的讲道 我相信你可以和人分享多些 有关于耶稣不同的权柄 在这里我们知道 真正能够射到罪的 不是自己 不是身边的人 不是牧师 不是传道人 不是执事 是耶稣 耶稣才有这个赦罪的权柄 另外我们所认识的耶稣 是满有教导的权柄 当你在看他的教导的时候 慢慢我们都会多看很多 关于耶稣的教导 你会看到耶稣的能力 另外就是上一次我们看到 耶稣有赶鬼的权柄 当我给你再看一幅图的时候 这个是关于那几个朋友 这个是关于一起听道 里面有人是不怀好意 里面有人是老远 可能走三十四五个小时 就是很想听到耶稣的讲道 很渴慕 很想去看到耶稣那份的能力 那个教导 那个权柄 那个权威 也有好几个朋友 将他的朋友 然后就垂下去 我会形容他那几个朋友 是天使 今天来到最后 你愿不愿意成为别人的天使呢 可能你很快 好像我那样帮你回答 愿意 愿意 当然愿意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当然愿意成为别人的天使 但是关键来了 怎样做呢 怎样做呢 今天你应该不会拆通这个屋顶 我想你上这个屋顶也挺难 怎样做呢 其中一个就是让他或者他去认识耶稣 其实你发现 刚才整个神迹能够出现 这个坦子能够医好 就是首先有四个的朋友 他们愿意行动 是不是 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来 就是不要说三十几个钟头 未必可能那么远 就算在加伯隆 起码他要抬他来的时候 都要行动 是不是 都要有些准备 都要去他家去接他 是不是 我不知道 要不需要劝那个人 在中间 耶稣没有去赞过 或者去肯定过 那个人有信心 还是没有信心 是不是 只是叫那个人 你给点勇气 可能根本你见到他 其实一个人 你想想一下 普通一个 如果你病了 一个坦了的人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勇气 你都不会期望他很着弱 快点 跟那四个朋友说 快点快点 走快点 我就医好了 可能没有的 可能那四个朋友要 要做什么 要想办法 要想办法 怎样去 可以说 挨到他来 是不是 要想办法 究竟怎样可以 劝到他来 怎样劝到他来 还有 这几个朋友 他愿意付代价 今天你有没有 为了大人认识耶稣 付代价 如果今天代入了你的角色 你会不会是有行动 准备去邀请人 过往很多时候有报道会 未来也有很多的报道会 未来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福音主日 你有没有行动真的去邀请人 过去我们有方主日的时候 现在很方便 把连续去传给人 刚刚前几天才有位姐妹 她非常好 她想尽办法 我WhatsApp也会传 我用WeChat也会传 她说我不管了 总而言之 我在我的群组里传给人 都不知道传给谁 总而言之 福音就传开 她会想起 她会行动 但有时候可能要付代价 你说刚刚那几个朋友 有什么代价要付 有没有代价 他带他来这个时间成本 还有什么代价 你拆了人的屋顶 会不会要 起码屋主 我不怪你了 看到他有这么大的神迹 但你也帮我弄回 可能他的代价就是 要弄回屋顶 但这几个朋友 愿意这样做 用尽办法 让人去认识耶稣 用尽办法去让人 和耶稣相遇 我们教会 穆恩堂 现在都不断去想办法 我们不断去想办法 没有实体 我们就用网上 有实体 我们就实体加网上 平日我们就用网页 我们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用教会的网页 然后带人去认识耶稣 在上两个星期 我听到一个见证 就是有对夫妇 她去她的亲友家 然后就谈开教会的事情 原来她的亲友 有听我们说到 有看我们的独经计划 这个很感恩 能够看我们的独经计划 然后他们又在想办法做什么呢 立刻送一本圣经给她 因为既然知道她能够看独经计划 然后就送一本圣经给她 希望再加强她 然后再跟进她 问她 你看完怎样 有没有代价 有 整本圣经给了人 但很感恩 就是当我们的独经计划 一开始的时候 真的有个姊妹 她叫我 在温哥华这边 去基督教书室 买三本 就送给一个初信 一个微信 另一个信得来 她就是愿意去每一天 她每一天都做 接下来三年 每年三六十五天 她每一天都将独经计划 那条连续寄出去 然后有时 她还要补一句 你有没有看到 然后还要买几本圣经 然后再去给人 她愿意想办法 愿意付代价 愿意将行动 即是很具体地去让人 去认识耶稣 让人去认识圣经 另一个很关键 当我们的朋友在做的时候 耶稣特别赞赏他们 就是他们有信心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会不会 一会我都会邀请你 就是说你最想哪一个 认识耶稣 可能你立即就说我想我老公 我想我老婆 我想我儿子 我想我女 可能你立即答到的 但我说 好了 我为你祈祷 希望你老公 希望你老婆 希望你儿子 希望你女儿 尽快信耶稣 可能你立即说 唉 你不会说浪费的 可能你心里面就会说 不行了 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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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说我期了很久 我再讨论了 我叫了很多次了 你有没有信心啊 你不够 是吧 你不够 有时有些人都说 当他说 有人都听了我们教会讲道 你叫他回来教会 可能有几次 有几次就说 不行了 后来鼓励多一点点 很难啊 但我们有没有想办法呢 我们有没有想一个方法呢 这个要你才知道 因为你最熟悉你的朋友 你最想带哪个呢 你愿不愿意像那个朋友那样 你有没有发现真正医治人的心灵 上次我们说的 耶稣是会和人们同行 或者说展示给你看看 怎样为之身心舍灵的那个关故 真正医治的坦子是耶稣 真正卸罪的是耶稣 真正要带那个朋友来的 是那些朋友 我们今天不能够帮耶稣去卸罪 当然不行了 我们也不知道怎样去帮那些人 但我们可以做的 很关键就是带人去到耶稣的面前 带人去和耶稣相遇 最后 本来我们教会就是每次 有第五个礼拜 我们才是福音主日 但当我一路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 既然我鼓励大家 你最想带谁去认识耶稣 我想你开始想办法 我想你开始祈祷 今天三月第一个礼拜 我想你祈祷是四月第一个礼拜 当我们教会 圆无意外 我们有实体崇拜的时候 你带谁回来 那一天 我们变成福音主日 什么叫做想办法 就是很多时候 以前我在香港的主任牧师 他都说你带新朋友回来 最好是什么时候带呢 最好带什么聚会呢 不知为什么 我们很多人都直接就说 崇拜 但是大家想一想 崇拜适不适合新朋友 或者适不适合 完全未接触过基督教信仰的新朋友 你说是怎样 好了 祈祷会 团契或者小组 或者崇拜 这三种类的聚会 哪一类适合些 完全未接触过信仰的 你会不会选择祈祷会 应该不会了 你会不会选择崇拜 我以前选择崇拜的 但你懂不懂去想 会不会是找到一些团契 譬如那一次 可能是生动活潑一些的 你先带新朋友 去初步认识一下 教育弟兄姊妹 就不用来到这么陌生呢 是吧 还有 那时候牧者提醒我 如果你带新朋友来崇拜 就算你真的要带来崇拜 你就找 是由主任牧师做讲员的 因为让主任牧师也可以认识到他 或者你知道有些题目那一次 可能特别适合你的朋友 你有没有真的这样想过呢 要想的 要花心思 所以我很想能够将4月3日 变成一个福音的主人 我知道现在已经有好几对夫妇 他已经开始有些人 他是会邀请的 有些是一路受了不同的伤害 或者有些是未信的 所以我们很想 和你一起想起 首先 求上帝给你一个对象 你最想邀请哪些 现在我们就算有实体崇拜 我叫不到他来的 现在还好 世界各地的亲友 你都可以邀请 因为我们可以有妄想 因为我们是同步 你可以同步邀请他 一起在网上 你邀请完 你可以跟进的 你还要问他 你今天参与完崇拜 有些什么看法 有些真的准备要付代价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完了要请人吃饭 他已经想了 你来吧 一起喝茶 那么久没见 我又叫哪个一起来 你就可以见到他 用不同的方法 去带人去到耶稣的根前 用不同的方法 让人和耶稣相遇 让我们一起低头 首先有一个默想的时间 很希望这一刻 当我们安静反思的时候 首先 你求圣灵 光照你 究竟在4月3日 有什么的对象 你是会先为他代讨的 你很想把他带到耶稣的根前 这一刻 你先和耶稣有一个祷告 我们很感谢你 你让我们看到你有不同的权兵 有不同的能力 也都今天很重要 看到你的身份 是神的儿子 唯有你是神的儿子 你才有那个赦罪的权兵 我们知道 我们犯罪 我们得罪了你 求你的灵 光照我们 让我们懂得认罪 让我们懂得认罪 让我们懂得悔改 让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来到你的根前 我们要求赦免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 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罪 以至到影响了 我们和上帝你的关系 影响了我们侍奉的心智 影响了我们侍奉那份喜悦 今天我们知道 你医治的这个坦子 你首先不是医治他的身体 你是医治他的灵魂 求你 也都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到 我们不应该将我们的爱 收拾在一起 因为你的大爱 我们应该传开的 让我们学习那四个朋友 有那份信心 他们可以做的就是想办法 他们可以做的就是行动 他们可以做的就是付代价 求你愿意去为着 让我们有那个能力 我们愿意行动 为着刚才给我们的感动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感动 就是说 很想透过你 去将那个朋友 带到耶稣的根前 和耶稣相遇 求你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懂得知道 如何行动 让我们懂得知道 如何想办法 让我们不怕付代价 让我们都成为 有信心的那四个朋友 让我们都成为别人的天使 我们多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 祈求 阿们 作词 阿们 作曲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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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 祝福 阿们 阿 阿 阿 辞成我所 耿耿牵引我 为我舍生 背起我醉 护我一生 飞奔 战斥上腾 在主里能得安稳 我愿一生 潔力同行 任何的生 每天赞助 彷徨人生 不担心 因有你伴我行 靠着你 能走出朋友 我愿一生 飞奔 战斥上腾 我愿一生 飞奔 战斥上腾 我愿一生 奉献 唯独你 爱我 天天不改变 奇妙救主 我愿一生 飞奔 战斥上腾 为我舍生 背起我醉 护我一生 飞奔 战斥上腾 在主里能得安稳 我愿一生 潔力同行 任何的生 每天赞助 彷徨人生 不担心 任何你伴我行 靠着你 能走出客人 彷徨人生 不担心 任何你伴我行 靠着你 能走出客人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来到家事分享的时间 首先有关实体崇拜 本堂定在4月3日 开始恢复实体崇拜 而网上崇拜也会同步进行 请大家为这件事怠惰 求神安排足够的侍奉人员 也让参加实体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平安 刚才说到也有分享到 希望将4月3日主日成为福音主日 希望我们都能够 畏着微信的亲友来代讨 无论是实体或者是网上 我们都能够邀请到更多微信的朋友一起参加 而当大家回到教会的时候 在一个很当眼的地方 你会看到这个逼步版 有弟兄好好帮我们写了我们今年的主题 是与神同行共见神家 刚才说4月3日是第一次实体崇拜 但我们将3月27日的主日崇拜 我们都会变成实体加网上崇拜 但是那天的实体我们只会邀请当天的侍奉人员出席 例如港元、主席、领司、读经 以及有关影音负责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一来就停了 实体也有一段时候 很想借着那一次 让弟兄姐妹也有一个适应 而另外就是不同器材和人手的配搭 我们都希望能够可以为神 将整个的崇拜做到最好 所以大家都为着当天来代吐 还有其实往后也是 可能真的有机会 有时技术会有故障的时候 希望大家都会体谅和包容 而2021年的奉献收据 已经透过电邮或WhatsApp发出给大家 如果教会没有大家的电邮或WhatsApp 这些联络方法 我们就会邮寄各页的奉献收据给大家 如果有任何查询 就请和财务小组联络 如果有弟兄姐妹希望获得奉献编号 请你在下次奉献的时候 无论是透过GPU 或者电子转账的形式 就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者电邮 财务小组就会透过这两个方法 将奉献编号发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任何查询 就可以打这个电话 604-254-2772 和财务小组联络 已经到三月了 很希望大家已经建立了一个 很好的每日读经的习惯 教会祈祷会在逢星期三晚 晚上八点钟在网上举行 仍然是等着大家的 约书亚团契每周五的晚上 也是八点钟在网上 以zoom来到去进行的 而加点爱小组 就会定是三月十一日 有我们第二次的聚会 都是晚上八点 都是在zoom那里举行 那我们木音堂 很想能够成为一班 从香港来温哥华定居的朋友 或者弟兄姐妹 很想能够成为大家的同行者 可以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支持 互相的代讨 一起同行 那你有关于zoom的资料 那大家可以看powerpoint就可以 上周同步观看网上主日 崇拜的流览人数是29 而累积到星期二晚就是205 那上周奉献是720元 那大家仍然可以透过两种方法去奉献 第一个就是透过电子转账 那请大家留意电邮地址 而第二个方法就是用支票奉献 那也请大家留意支票上面的抬头 和教会地址 说明 Damen, 静走 尊õ了 了ап ay 请大家低头领受祝福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 阿们